小灰灰爬树越爬越高 担心她下不来 和小灰灰之间 发生了一场胶着的推浪 小灰灰不管不顾 就要挑战星星产房最高法家 看看她这个毅力十足的样子 每次看猫 总能从大熊猫身上 学到一些顽强拼搏的精神 最后奶爸都放弃了 靠下小灰灰的行动 Excellent 这个位置有些卡熊 但小灰灰绝不放弃 第一次尝试往上到七下失败了 力气也消耗了很多 小灰灰抱着树休息了一下 再继续做尝试 这一次小灰灰找到了路线 一鼓作气爬上了七下 上去了 这应该也是小灰灰 又一次突破自己的雄生心中 看上去确实累得不幸 这个呱呱喘气熊气的样子 真的好可爱 大家都以为小灰灰就要停止挑战 但小灰灰选择向更高的大树发起挑战 这一次挑战还能成功吗 奶爸也上来了 如果在网上确实是有些太高 这里可以看出小灰灰牢牢地抓住了七架 奶爸担心弄通 她使用柔进而化解了小灰灰的损价 虽然是勇敢挑战新事物 但在奶爸手上小灰灰很乖强 你们我厉害吧 这段小灰灰真的太令人配合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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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